I'm just singing cause it's over 赵薇被骂,林心如被骂,现在范冰冰被骂,娱乐圈的女人都不一般 赵薇被骂,林心如被骂,现在范冰冰被骂,娱乐圈的女人不一般 赵薇、林心如、范冰冰,这三个名字在一块,想到就是还猪哥哥 还猪哥哥让三个人大火,收了高的人气和起点 但是三个人,也在自己一些行为一次,被网友吐槽,被骂 赵薇被骂,第一次是在2001年,赵薇为时装杂志拍摄了一组照片 有张照片是赵薇穿了件有个红太阳,放着红光 而且底色是白色的外套,不是衣服,只一大条布 其实就算是衣服也会被骂,出现在台上,这服装图案酷似日本军旗 当时这引起了很大舆论,娱乐大都是被批评赵薇的网络 很多人甚至骂赵薇不爱国,汉奸 第二次,在上年被央视爆料偷税漏税的事件 作为明星,收入不菲,收入到一定程度后 很多会做一些投资,赵薇和老公也做了投资 但被新闻批评偷税漏税后,网络更是掀起了批评赵薇舆论 林心如被骂,林心如被骂,就是和周杰的事件开始,在林心如参加节目时,爆料自己在拍环朱哥哥时,被周杰舍稳 但事后周杰本人否认,两个人开私,在网络产生了很大舆论,而且事后不断提起此事件 而后和霍建华结婚时,被网友发出霍建华面无表情,吐槽林心如下套霍建华,怀孕后结婚的事 几件事的连续发酵,林心如被网友骂是心机表 还珠里那个温柔的紫薇形象全无 范冰冰冰被骂,近段时间,范冰冰被骂,吐槽的声音不断 事件是从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的微博爆料开始的 崔永元微博对范冰冰拍戏签阴阳合同,几天时间酬劳就是6000万 而且各种演员特权,晒出其签约合同照片 此爆料已出,在网络产生很大舆论,演员天价片酬本来是就是很多人吐槽的地方,这次爆出范冰冰天价片酬,签阴阳合同漏税后 网络大部分都是批评,骂范冰冰的声音 赵薇被骂,林心如被骂,现在范冰冰被骂,在娱乐圈中能做到立足的,要不有人气,要不有演技,要不有头脑 作为女人,立足娱乐圈更是男,可以说娱乐圈的女人都不一般 薇被骂,请不吝点赞 请的订阅,订阅,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